小兄弟,太感谢你了,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在这里给你赔礼道歉,还希望小兄弟别往心里去,以后见了面有机会我一定要请你吃饭。 秦总站在小区门口,握着杨坚的双手感激替领导。 之前还怀疑你,我觉得很羞愧,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补偿,还希望你能笑纳,密码写在卡上面。 秦总更加直接,他将一张卡塞在了杨坚的口袋里,表示感谢。 两个人死里逃生之后,之前生意上的亏本已经抛到脑后去了,只有一种喜悦和感动。 杨坚,高人啊!他们心中只有这个想法。 杨坚看着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的样子,脸色有些怪怪的。 幸好他们不知道真相,如果知道的话,估计这个时候要跳起来拿刀砍自己。 折腾了一会儿之后,两位老总留下了名片,杨坚也经不起这样的热情答谢,也留下了电话,最后才目送了他们离开。 蒙在鼓里正好,杨坚看着口袋里的卡。 估摸着这里面至少有几百万吧。 这样的老总出手应该不会太小气。 想着,他心情愉悦地返回了寿楼部。 事情搞定了,杨坚将手中的合同放在了桌子上,现在这个小区已经完全属于张叔叔你的了。 正在售楼部等答复的张显贵见此,面露喜色,真没想到之前在他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居然被杨坚这么容易地给办到了,这么顺利地拿到了转让合同。 我马上在你一份转让合同,将一些楼盘转到你名下。 张显贵道。 杨坚笑着摇头道,这生意上的事情张叔叔比我清楚,我只要最后的利润,楼盘转给我,我也不可能坐在这里卖,所以这些事情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只要给我留几栋楼,几套别墅就行了,剩下的依然放在张叔叔你手中。 这个没问题,事后分账也是一样的。 张显贵点了点头,不过所得的钱,张叔叔能不能以黄金的形式支付给我。 杨坚道。 张显贵笑道,你对黄金比较感兴趣,最近金价的确长得比较凶,你把钱兑换成黄金的话是很亏本的,哪天金价掉下来,可是会损失惨重的。 没关系,钱再多对我来说也用不上,黄金对我有很大的用处。 杨坚道,而且我觉得黄金还会升值,张叔叔不如也将多余的资金换成黄金存着,以后不会吃亏的。 我是生意人,资金得流通起来,换成黄金放在那里是最亏本的投资。 张显贵摇头拒绝道。 杨坚见词也不多说了,反正张显贵家大业大,不买黄金也不碍事,就当是少赚一点而已。 合同的事情搞定了,那么张伟的事情,不知道腿哥你怎么解决。 张显贵又改变称呼,亲切地称杨坚为腿哥。 爸,你还记得我啊。 我还以为自己是你捡来的呢,谈了一下午的生意,我也不看看我现在什么处境,我这会儿还被鬼缠着呢,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你是不是想着等我死了之后自己再和那个黄阿姨生过一个。 张伟放下手机,愤愤不平道。 你在想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 张显贵干咳两声,他之前的确是忙得忘记了。 现在时间有点晚了,我要找出那只鬼出现的源头需要调查整个小区,这点时间只怕不够,明天开始吧,在那之前让张伟远离任何镜子,还有反光的东西就行了,暂时不会有危险的,其他人也一样。 杨坚道。 真不会出事。 张显贵问道。 都一个多礼拜没有出事了,今天也肯定不会出事,不要急,这事情我会解决的,毕竟以后我还要住在这里。 杨坚道。 对了,买售楼布的那五千万就从我的利润当中扣除吧,今天还希望张叔叔安排一下,把这里的销售人员还有一些东西搬走,毕竟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张显贵笑道,这没问题,虽然价格是贵了一点,但这售楼布的确是好东西,花了不少精力装修的。 你第一次来还不太清楚这售楼布的布置,我就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吧,这售楼布一楼是大厅,之前是员工办公的地方,员工搬走之后你可以当客厅,二楼是休息室,有健身房,还有台球厅,游泳池。 三楼有客厅,茶座,小酒吧,四楼是我办公室和休息室,五楼目前空置,到时候你可以随意安排。 因为之前考虑到长时间待在工地,所以该有的东西售楼布都有,你直接搬进来住就行了,就是房间少了一点,只有四楼的五间客房,还有我的主卧。 他很热情地为杨坚讲解这里的情况。 这房间足够了,杨坚点头道,不过张叔叔肯割爱,我倒是有些过意不去了。 布置得这么好,张显贵显然是非常喜爱的。 这有什么关系,你替我做成了这么一大笔生意,一个售楼布算什么,而且这也是你花钱买的,再说了小区房子这么多,我随便弄一个新的售楼布出来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就是张伟的事情还希望腿割你多费心了。 张显贵丝毫不介意,然后又有些与众心肠道。 杨坚道,张叔叔放心,张伟的事情我会解决的。 不过现在我还有点事情,需要去市里一趟,明天让张伟在这里等我,到时候再行动。 好,没问题,那就辛苦腿割了。 张显贵道,张叔叔你才是。 杨坚笑了笑,然后看了一眼张伟,你小心一点。 张伟道,小心什么,我又不打算走,今天就住这里了,要不晚上我等你回来一起睡。 双引号点,你这样还不如去死,不过我不能肯定那只鬼如果得逞之后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 但我觉得你是根源,所以最好的情况就是你别被那只鬼给搞了。 杨坚道,好的,我知道了。 张伟郑重地点了点头。 那我先走了。 杨坚没有多坐停留,他很快就开车离开小区,返回市区。 他还得将自己的黄金从江燕的公寓房内搬过来, 同时也得看看那个玫瑰酒吧的灵异事件到底闹到什么地步了。 不参与其中,也得了解情况才行。 开着大奔,即迟在公路上,开了没多久就已经进了市区, 杨坚这个时候看见一架直升机,盘旋在大昌市的上空,处于随时待命阶段。 直升机,难不成赵建国从别的地方调来了其他的遇轨者进行支援? 杨坚皱起眉头暗道。 很有可能,因为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可能了。 赵开明陷入鬼敲门事件当中,他拒绝支援的情况之下, 赵建国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别的地方抽掉人手。 而最快的支援工具,自然是直升机了。 来了也是死,我驾驭了两只鬼都不敢面对那敲门鬼, 其他遇轨者也好不到哪里去。 杨坚收回目光,打了方向盘,绕开直升机盘旋的方向。 他不想卷进去,而且不过比起其他人的死亡, 他更希望赵开明死在这次事件当中。